初女座的朋友大家好 新年快乐新年进步 身体健康如意吉祥 在这个农历的正月里面 你们无论是上上或者是太阳 初女座的朋友 那个运势会怎么样呢 那我首先有一个小小的东西要宣布 因为从狮子座到你们到 直到那个摩羯座 你们是旌旗最后的六个星座 对吧 因为先六个就是水瓶座直到巨蟹座 对吧 然后是狮子座到你们到摩羯座 那因为我想把那个时间简短一些 所以呢 最后的六个 每一期里面最后的六个星座 我就不再讲那个星图是怎么怎么样 那个星座的理论是怎么怎么样 我就只是跟你们说那个message 好吧 那在这个农历的正月里面呢 无论是上上或者是太阳的处女座呢 会不会很暗 我要这样子做 多一些光对吧 OK 这样子说 这样子做 OK 这样子好吧 算了吧 算了吧 OK 那你们会收到一些 特如期来 特如期来 很特发的消息 消失 对了 呃 不是不是特 是兔 对吧 兔如其来 兔发的消息 那你们要很快很快的去处理 我告诉你们 你们的那个反应真的要非常的快 只是说因为现在是农历新年 所以大家可能有一个holiday mood 很想去休息 很想去庆祝 跟家人去庆祝 什么什么的 但是我真的跟你们讲 你们不要送谢 不要不要去太过的放松 因为这个消息真的来得很突然 如果你们是 哎 慢慢来 哎 新年过后才慢慢搞吧 没关系的 我现在去休息一下了 哦 那你们的养方便 会很容易很容易出问题 第一个是你们的工作 你们的事业 事业工作 career OK 第二个是你们的那个恋情的关系 你们派脱 或者是结婚 就是你们的婚姻 也也有可能吧 对吧 对了 OK 就这两个方面 尤其是 如果有一些突发的事情 要你去处理的话 那我真的请大家 要快点快点快点的去处理 不然的话 那个后果是非常的严重 那我再次在大家跟 我再次在这里 跟大家说一声 新年快乐 新年进步 如意其详 身体健康 你